一介贫农潜入少林 竟凭借搭墙修器习得少林绝顶武功 成了一代大师 这个故事你相信吗 周仁杰家境贫寒 为了生存 只能靠假扮道士和尚赚点小钱 久而久之 周仁杰练就了一身装啥像啥的本事 周仁杰有个大哥在染房工作 老板心黑为了克扣民工两成工资 特意雇佣满洲石棍当保安 民工不服想要反抗 但在一群习武之人面前 注定只能深挨重棍 报牙男找上周仁杰 让他假扮少林高僧三德和尚 替自己讨回公道 周仁杰利用铁丝施展盖世清宫 又跟民工合伙演戏 假装拳风惊人 满洲石棍果然被吓到 承诺不日就将那两成工钱 偿还给民工 事后老板心生困惑 三德理应固守少林 怎会独自出山 而且此人并未跟人正面交锋 只是单纯露了两手 怕是个冒牌货 他带领满洲石棍 再度找上周仁杰 逼着他跟自己决斗 周仁杰果然露馅 不止自己被暴揍一顿 就连民工也跟着遭殃 民工吃了大亏 反倒责怪周仁杰装的不像 他们已然忘记 明明是自己去找人家帮的忙 周仁杰气愤 对着房内众人赤眼 自己即刻启程 奔赴少林寺苦练武功 待自己学有所成之时 切莫求他 周仁杰赶往少林寺山脚 大群僧人正在那打骨子 周仁杰早已剃光头发 索性扮成僧人模样 缠火进去 但少林寺不是演奏厅 又哪能烂于充熟 周仁杰被教训一番 但他贼心不死 又生一计 在僧人上山必经路 摆下周摊 一位僧人不禁诱惑 喝下一碗 肚子煞食作妖难忍 原来是周仁杰早在里边 放下大量血药 趁他大劫 周仁杰挑上骨丹 往寺内走去 可其脚步轻拂 不堪重负的模样 一眼就被少林僧人识破 周仁杰被赶下山 却又偶然得知 明天竟是少林俗家弟子的 一场盛会 三德和尚收徒有个规矩 凡是悬满一年的俗家弟子 都可以下山探亲 若能抵住繁俗诱惑 可再度上山经历考核 明天就是考核日期 周仁杰不死心 要伪装成俗家弟子 再去少林寺闯荡一番 如此守观 是一条沙地长狼 狼中机关变化莫测 一不小心 会被夹 会被关 周仁杰有些畏惧 恰逢少林和尚前来施展 奇异步伐 清理沙地 周仁杰眼珠一转 伪装成北少林和尚 借助两位和尚的好奇心 运用贴身步伐 踏过沙地 和尚大怒 哪还不知自己已被玩弄 少林高僧有些好笑 但不管如何 周仁杰也是过了首观 第二观 是一个插箱铁柜 要过此观 需顺发臂力 击开铁门 用手腕顶住 不让其闭合 再以绝对速度插入佛箱 周仁杰没练过少林基础功夫 死活打不开 他想糊弄过去 却为身旁僧人好好训了一顿 也就是看他走过沙地 算是本房半个弟子 不然非给他轰走无可 周仁杰来到练工坊 这里果然不凡 练身法的 练臂力的 练腿弓的 人才辈出 气血奇异 周仁杰好奇 就要去尝试同游路 结果刚上场就闹了个大笑话 就连三德和尚也被引出来 周仁杰大喜 当即跪下拜师 三德和尚懒得拆穿他 只是瞧那脏乱假发 让他先把头洗干净 三德和尚的要求有点怪 不让周仁杰去水池洗 也不让周仁杰挑筒打水 只能朝井里丢石头 用溅出来的水花洗 可这里仅仅两块石头 又怎么洗得干净 幸亏他脑袋机灵 用绳子绑住大石头 朝水里砸 砸完之后再度拉上来 刚开始几次 要么就是井水建设不起来 要么就是方向不对 但周仁杰也逐渐掌握窍门 洗了整整两天两夜 终于把头发洗干净 可能周仁杰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经过如此练习 臂力体力已经胜过当初一大劫 周仁杰找上三德要功 三德却直接把他假发摘掉 揭露出他的身份 周仁杰如此手段不正 可其满腔学艺之心 倒也是个赤诚之人 侍奉少林寺十年一次大修 干脆将三十六方竹棚搭建工作 交予周仁杰 三德和尚此业 恰如菩提老祖敲打孙猴子三下头 给三十六方搭棚 看似艰苦 可却能观摩到三十六方所有功夫 至于能否在没有明师指导的情况下 练成武功 就得看他的悟性了 周仁杰不知三德身意 可他奔赴少林 本就是为了学武 如今看到功夫 焉有不学之力 只是可惜的是 三德和尚有规定 竹棚未曾搭建完 不许周仁杰踏入练功房半步 每当他想偷偷进去 总会被和尚拦住 周仁杰无奈 只能自己搭住练功器材 人家练脚他练脚 人家练拳他练拳 一年半在煞事流转 三十六方竹棚终于搭好 周仁杰喜不自胜 要三德收自己为徒 三德嘴角含笑 让他再把竹棚拆掉 拆完就可以走了 周仁杰大怒 又搭又拆 还不想收自己为弟子 这不是在玩他吗 周仁杰气愤跳入练功房 嘴里扬言就是不走 他奔向练功器械 三德前来拦他 两人顿时缠斗一遭 周仁杰满腔怒意 全然没有注意到 自己居然能扛住 三德和尚的拳锋 他能挥手断竹棍 也能在童游路剑步如飞 就连剑木林 也能凭借鬼魅身法 轻松过去 可三德和尚执意让他离去 周仁杰又怎能留住 下山之前 三德没让他去打木人像 也没让他去抱龙虎火顶 但三德虽未承认 周仁杰少林弟子身份 但那嘴角 却是在犯笑 周仁杰习的武功 想要跟那帮民工 好好炫耀一番 斥责他们目不时珠 可当他看到众人 或多或少都负着伤 那股心气早已消失 次日一早 周仁杰再着佛跑 又一次来到染坊 他一拳哄开房门 二话不说 直接跟满洲石棍打起来 识别三日 周仁杰功夫碾压满洲石棍一大截 抬手之间 就能利用衣袖 付助对方伸手 用的正是搭棚的手段 周仁杰手指对方总管 要求他把所有工人 被扣的钱一一补上 总管哪里会听 带领手下持棍就上 周仁杰在少林寺待了这么久 每日每夜都是跟竹棍打交道 怎会有人比他更懂棍子 他施展毁昧身法 抬手间就将一群人绑在柱上 老板出面 还欲再战 周仁杰怕误伤民工 将其引到一处废弃民宅 这里地势对他极其有利 因为这个地方全是竹棚 老板改变策略 竟用板凳充充当武器 周仁杰被众人围攻 一时也被这种武器 打了个措手不及 周仁杰逃离空旷地带 进入废宅深处 老板等人不知事迹 追击而来 但这里就是周仁杰主场 寄人何以为战 老板凳子挥舞 网图破开周仁杰下盘 周仁杰带入小巷 老板处处被牵制 衣物转瞬间被砍掉 周仁杰将其丛礼打到外 打得他蓬头垢面 只能称服 承诺给族工人十足的工钱 老板清楚 这位少林搭棚大师 没有直接下杀招 可谓是给族了脸面